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 是因为最早在印度发现的 Delta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加重了各国的疫情 那么在东南亚有好几个国家的确诊病例 屡创新高 变成了全球疫情的重灾区 我们今天要连线到马来西亚主播杜永耀 要来带我们一起来关心 在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的进展 我们请人在槟城的永耀 来为我们做报道联系 毕师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槟城 马来西亚在昨天又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 第二高的确诊记录 新增了17,170宗 让累计病例突破107万 同时昨天再有疫情死于新冠肺炎 累计死亡病例升到了825人 在实施了一轮又一轮的行动管制令之后 马来西亚的疫情依然不见好转 医疗体系也频频传出不堪重负的消息 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大部分医院最需要的 莫过于是拥有充足且先进的医疗设备 以拯救病患的生命 马来西亚疫情严峻 目前已经累积超过100万宗新冠确诊病例 相等于每3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确诊 有超过17万宗活跃病例 一轻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病患暴增导致医疗系统处在极度紧绷的状态 各大医院都面对医疗器材不足的问题 病人增加得很高 每样的器材不够 我们的ICU已经有超过180万 医院的人也是紧张 比如讲医保跟医院 它是缺乏ICU 它就给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可以放6台的ICU 哇 一个ICU要四五百千 我们全马就跟他们的命运 现在就陆陆续续送到他们的医院 四季马来西亚分会从6月份开始 积极募款并捐献高端医疗器材 给有需要的医院 截至7月已经捐献了17台呼吸器 22台高流量氧气壁刀管 122台注射泵 29台生命特征监测仪 41台空气净化呼吸器等等 面对暴增的病患 医护人员忙得身心去皮 充足的仪器能够减轻 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医护人员在照顾确凿病患时 会穿上N95口罩和防护衣 但床世间穿着密不通风的防护装备 不但不舒服 超时穿戴也会导致防护力下降 而提高感染风险 N95口罩 其实每四个小时要放一次 但是很多时候一部人员都用草 你每四个小时放一次 你就要丢掉一套 这个一部分也会造成 医护人员受感染 因为那个体造 动能可能下降 PLPL是另外一种机器 过滤那个空气 然后提供干净的空气给医护人员 对整体来讲是比较熟 它的里面是会比较凉快的 然后它可以重复使用 在生命面前 生死就在呼吸间 实际住医院抢时间救生命 避免更多生命流逝 我们的工作可以更有效力 不需要再分开 接来接去 而且可以持续的帮忙 拿那个血压心跳 所以会比较直接 而且有效的 拿到这些资讯 让更多的病人得到 更好的照顾 也可以舒缓 医护人员的疲劳 我给予厅 Hospital Raja Pemaisuri Bandung 很严重 然后感到感到 因为这些资讯的 因为这些资讯 我们的资讯 帮助我们 在医护人病毒 在疫苗中 我们非常助手 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马来西亚的确诊数字不断攀升 如今不只是政府医院 连私人医院都开始不够床位 加护病床也爆满了 就好像我现在目前的槟城中央医院来说 在这段期间已经被迫开放了多个病房 来收治不断游入的新冠病患 而医护人员也必须从早忙到晚 几乎没有片刻喘息的空间 病人在你的面前 然后他们需要援助 你走不掉 医生再多看一个 再多看一个 再多看一个 在你面前的人有个不办法 是很折磨的 因为身为一个医护人员 你的使命就是要去救人 医护人员 他们现在面对的 并不只是工作上的压力 而且还有心灵上的那一种悲哑 我们不只是给支援 我们还要给这些医护人员 做这样子的一个人人关怀 马来西亚近期每日新增超过一万宗新冠确诊病例 暴增的工作量使医护人员疲惫不堪 此即为此展开对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 用一系列的暖心和爱心举动回馈医护人员的付出 我们在跟一个医院的副院长在开会 然后就提到说 就送素食餐到他医院 他就拿起了他的饭盒 他说你看我两点半在吃饭 这个是吃剂送来的 他说因为有实际这样子的一个爱心餐 所以我忙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吃饭 所以他一边开会 他一边在吃我们的爱心餐 真的很感动我们当地的志工 他们去找那个马来祖师 虽然上次祖婚的 但是我们的志工就是教他 怎样去把祖宿 就是以马来人的口味来祖宿食餐 所以这个护院长说非常非常的好吃 素食便当守护医护人员的健康 装满盥洗用品的安心包 则让医护人员安心作战 加上能量棒让他们充满能量 还有特别的礼物让他们内心充满感动 为了感谢医护人员守护人民的付出 此际呼吁民众表达对前线的感谢 冰花毒中的学生响应这项呼吁 录制了影片和制作电子卡 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和牺牲 然后我们的疫情一直在严重下去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我们给医护人员指导说 我们都懂你们的辛苦 我们都支持你们 我们都感恩你们 有些孩子的马来语不是很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 还是用他们有限的马来语来讲出那份的感谢 那个作品可能不是很专业化 但是我觉得那份的爱心跟心力是满满的 我相信这份的力量 他们会感受得到 抗疫一年多 相信许多民众已经抗疫疲劳 但想想医护人员的努力 他们在前线作战守护着我们 而我们能回报他们的 就是严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别再增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相信结合所有人的力量 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一波灾难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病例 连续两个星期都维持在破万以上 回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马来西亚的单日确诊病例才不到20宗 在一年的时间 我们的抗疫之路却走到了 从确诊已经破百万的黑色里程碑 那面对这个新冠肺炎 这一种杀伤力强大的病毒 抗疫就是一场全国民众生死存亡的战争 只有大家都严守防疫指南 我们才有希望打赢这一战 把时间交换给屁手 谢谢 谢谢永耀来自于槟城 今天和我们二台午餐会的连线 也祝福马来西亚的民众们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